抗美援朝为什么被称为立国之战 毛主席其实很早就做出了结论 就是十个字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朝鲜战争爆发时 新中国刚刚成立 百废待兴 因此很多人都认为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 而不是出去帮朝鲜打仗 但是毛主席看到的却不是这些 实际上朝鲜战争绝不只是一场 发生在朝鲜的战争 美国人的胃口也并不只是 在朝鲜半岛上 麦克阿瑟就曾经公然声称 在历史上 亚禄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 不可逾越的障碍 因此美军一度将战火烧到了亚禄江边 在这种情况下 新中国不得不出战 毛主席曾经对好友周世昭解释说 我们也不想打 可现在美国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东北 假如美国把朝鲜打垮了 就是他们不过亚禄江 东北也要在他的威胁中过日子 我们就难以进行和平建设 美国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 插我们三把刀 朝鲜一把插我国头上 台湾一把插我国腰上 越南一把插我们脚上 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不许他的如意算盘得逞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眼光 远不是那些只看到眼前利益的人能比的 最终在彭老总的率领下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亚禄江 打响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 一战振国威 抗美援朝胜利结束后 彭老总把起宣言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 只要在东方的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 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日本历史学家何田春树 在朝鲜战争全史中也评价说 如果说美中战争是美国和中国军事 政治经济外交上的全面较量的话 那么可以说结果是不分胜负 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 虽然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很多 但通过与美国对等作战 完全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另外中国人民解放军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军作战 经受了现代战争的考验 成长了一支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正规军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场战争中得到的很多 可以说他是一个预料之外的胜利者 正如主席所说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永远铭刻在人类和平发展 进步的史册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际社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际社会 开始 此处 recursos